市長還有一個超市蛋商的爭議延伸 陳吉仲說將對付指控提告 現在就是他們的負面聲量都蠻高的 市長怎麼看這件事 超市的資本額只有50萬 能夠進口9000萬個蛋 哇 太厲害了 尤其我聽立委在執行 哇 可以拿到榮委會上億以前的補助盤 更重要的藝人公司裡面的背貨 誰是股東 為什麼 立委說這個時間還蠻巧合的 從巴西的彈藥進口還蠻巧合的 然後到日本的彈價跟這邊的彈價又好像不一樣 講真的以往問題還真多 政府如果有決心 趕快成立一個專責單位司法介入調查 超清澈 那幾天馬上還給我們全國人民 超清澈 超市背後 超市到底有沒有官商勾結 政府司法你趕快啟動吧 趕快還給人民一個很清楚的 這個公司到底有沒有官商勾結的弊案 您剛剛有提到超市彈的這個真友 那會不會覺得他會變成另外一個高端 因為他現在也不公佈合約 而且資本人才50萬圈能接這個上億的這個訂單 我常常我還是主張公開透明 是解決很多困針的方法 其實我在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你看我們會議紀錄全部上網 全部都公開 其實也很不方便 但是時間久了 慢慢就知道說對國家長期發展 他是對的 從那個諾富特開始 一直到高端的採購 到今天這個雞蛋的採購 應該請賴清德 明確表態 他對於這些他是不是主張要公開 就是說他對公開透明的看法 你們記得應該去直接獨愛他 關於這個買蛋的過程 是不是一切合約 價錢 是不是要公開 是不是高端一樣 高端也一樣 是不是要公開 這是課問者直接問他 請他回答 那像這個超私蛋的這個爭議 就是說一個資本額50萬的公司 只有一個人的公司 那不過農業部呢 他說他不是一個人的公司 但是現在這個 為什麼不公佈他裡面 背後的這個股東名單是誰 老闆娘只花1000元 那後面這個出資49萬9千的人 到底誰是是不是猶猶的 對啦 就是說你這個 就是你這個問題很好 他很奇怪嘛 那大家現在都要求你就公佈 你就公佈就是了嘛 對不對 你已經補出他將近兩億了 那麼多的錢都是明紙明膏嘛 那在這種情況下 為什麼就是他 那麼多公司 為什麼就是他 你們是不是先講好了 到底有沒有內線 是不是這個 難聽一點 是不是離應外合 大家都懷疑嘛 因為當然懷疑嘛 公司那麼多 台灣那麼多公司 你為什麼挑這一家呢 就這家有辦法 對不對 這很奇怪啦 而且還講說 還幫他講話說 他們被我們退貨3P 這損失幾百萬 第一個為什麼要退貨 就表示品質有問題嘛 對不對 而且你抽驗次數夠不夠 對不對 你抽驗抽出來抽3P 那沒有抽驗的是不是都合格 是不是我們都吃下肚子 然後呢 這個你抽驗不合格 然後他賠錢 你說幾百萬很大 那你補出他 加進兩億那不是錢嗎 幾百萬跟兩億怎麼比呢 你給我兩億好了 我還你幾百萬 對不對 天下有這樣做生意的嗎 所以我覺得農委會不知道怎麼想的啦 所以大家就是要他這個公佈合約 不過現在看起來 中央好像不敢公佈這個合約 你覺得這種採購合約 該不該接受監督啊 當然該嘛 包括疫苗合約什麼都該啦 疫苗合約那時候也不肯公佈嘛 然後現在這個 買蛋的合約採購蛋也不肯公佈嘛 什麼合約到了這個民進黨政府時候 就好像都是大祕寶 多寶貴的秘密 都不肯公佈 因為越不公佈 越起人疑鬥 大家就越好奇嘛 就公佈吧 尤其這個領選 領選的過程 他也只有 他們也沒有說詳細的過程 他只有說超市是有能力的公司 就可以讓他自己罷解很多 超市是這樣 當時那個快篩不是也是這樣嗎 什麼小吃店也可以拿到政府的標案 然後那個什麼文具店 什麼也可以拿到政府的這個標案 對不對 這都是讓人覺得很不可思議的 那個本來說 這一批金口貨的價差 是透過農發的 但是現在被抓到農發 是沒有共識 而是中央續產會 他們去 找個項目的業績 從來進去 這錢是非常好奇的 這個裡面有幾個違法的問題 第一個我們要先了解 中央的這個續產會呢 他是屬於財團法人 他並不是政府機關 所以呢 他如果今天像農業金庫 也就是銀行來貸款的話 他應該是要有擔保品的 所以第一個我們要問中央 這個我們要問續產會的是 你們如果像農業金庫借錢的話 請問你們的擔保品是什麼呢 再來我們也要問農業金庫的是 那你們又是如何審核放款的呢 因為按照銀行法的規定的話呢 其實應該是不能這樣做的 因為你不是屬於政府機關 你要拿出一定程度的擔保品 再來呢 你去借的這個錢 是不是去幫超市去做周轉 這一點呢 我覺得我們也要進一步去詳查 過去呢 政府告訴我們說 超市雖然他50萬資本額 但是呢 他很有財力 所以他可以做很大的這個生意 可是現在看起來是 原來續產會是有向農業金庫去貸款 那你貸款的功能是什麼 這一點呢就是我們要請呢 中央這個 續產會這邊 要提出一個資料 這個要去追查的是 超市的蛋從巴西進口到貨的時間 以及 續產會 對付款給超市的時間 這兩個時間有沒有對上 也就是說照理來講 我們的交易喔 應該要是 超市先向巴西購買蛋 然後呢 你先向巴西付款 買了蛋以後 然後呢 進口到國內 包含通過檢測等等的 之後 我們才把這個蛋賣給這種續產會嘛 續產會才付款給超市 這是正常的流程 可是我們現在因為不清楚 他們彼此之間 包含放貸也好 包含付費也好的時間 所以有沒有一種可能性 這是我今天具體提出來的質疑是 貨還沒有到台灣 那續產會就付了錢呢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不僅在農業金庫這個部分 他會有所謂 維反銀行法的問題 他甚至也會有 圖利超市 圖利廠商的問題 所以今天喔 除了農業部的合約 我們希望公開之外 我們也呼籲 要求續產會 公佈你的放款時間點 跟超市的蛋 每一批的到貨時間點 一朝公信 那因為 農業金庫好像有規律 是說 依照銀行法的關係 所以可能必須要保密 六條 保密追上 那就是因為 依照銀行法 有違法之餘 所以不是更應該要好好的 我們公開面對 公開的來講嗎 那如果農業金庫 不願意講的話 那包含續產會 是不是也應該要出面說明 你們當時去申請放貸 申請了多少金額 你們提供的單保品是什麼呢 那我們到目前 都沒有聽到續產會 針對這一部分去說明 那我們必須說 如果他們再不說明的話 因為這個有違反銀行法的疑慮 所以如果這幾天 都沒有等到 包含續產會跟農業金庫的說明 我想我們不排除去告發這個案子 讓檢察官進入來調查 是否有違反銀行法的情形